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冷战城新 我是凌亿山 大家看了六个多月的沃南战场报导 是不是都快成了六战专家 什么武器 排什么用场 实践效果如何因 现在是否思路清晰了很多呢 这样 沃南要彻底展览俄军 现在战场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 我们先卖个关子 在节目中结开 多时你看看是不是跟我的答案一致 我们先讲一下德国宣布的军活 周四 德国的防部长南波雷希特宣布 将招呼哈拉50辆ATF野犬而装夹防护车 这个意味着 因对几乎的军事支持不够 帕拉政府免立了来自乌克兰 美国 以及港内政绩人士 以来而当批评 最终屈服于巨大压力 而几日前 南波雷希特宣布指 德国一辆多原野犬都没有 不能够比乌克兰 同时 乌克将在收位两辆 德国版M27L多管火箭发射器 及 200 个火箭吊仓 加上德国以前提供的 3 辆 M27L 总共是 5 辆 M27L 类似于海马斯 但它是领带装夹车底盘 而非绿色发射车 而且 M27L 携带两个吊仓 海馬斯只有一個吊艙 每個吊艙可以發射六回 設計80公里的火箭彈 此外南波雷希特說 德國即將完成與希臘的交換計劃 雅典將把40輛蘇製BMP-1 步兵戰車送到烏克蘭 作為回報 將獲得40輛德國雕樹式步兵戰車 有型全防護車可以保護國士兵 他由德國克洛斯馬菲威格曼公司設計生產 使用烏尼摩克禮盤 該車德文以思為全防護運輸車輛 估明思義良可防衛性能力是其一大特點 他能夠承受奧迪的路況、機槍掃射 幾公斤TNT炸藥爆炸 使用反彈性武器的攻擊 並通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防護測試認證 但若幫國防軍稱讚他是部隊的生命保險 一輛野犬可容立百名士兵 防護車背備的基本武器 是一停置於車頂的7.62mm遙控機槍 亦可改用12.7mm機槍或40mm自動落彈發射器 德軍有500多輛是德國軍隊對外部署的標準裝備 與野犬一相比野犬二可以加掛毛筷式附加裝甲 提高防護能力及災害 並配備後視攝像機 有利於在城市環境下駕駛 此外野犬二還降低紅外信號特徵 在紅外線熱彰前 它是一定的忍生能力 烏國外交部長 庫里巴特曼總統顧問波多尼亞克 最近強調為修復整個佔區 需要德國的坦克和裝甲運兵車 請注意 野犬不是像炮式的作戰坦克 亦不是雕樹式的步兵戰車 如是所希望的相反 德國沒有宣布任何主戰坦克或裝甲運兵車的交付 德國總理肖茲仍然拒絕向屋派遣他們 理由是 還沒有其他盟友支援西方坦克 批評者認為 既然德國聲稱烏拉在捍衛歐洲自由 就必須言行一致 班辣布雷希特辯稱 德軍必須保留泡2坦克 以為互保衛不約的承諾 但在論點無法解釋 不願發送老裝備的原因 製造商萊恩金屬和KMW 團職了大量炮1坦克和雕樹式戰車 萊恩金屬要求向烏拉出口 88輛炮1坦克和100輛雕樹式戰車 但蕭茲政府一直不批准醜去可 我們以前的節目中解釋過 為何無法烏克蘭提供美國M1艾波納主戰坦克 理論上美國有高達3,450輛 處於封鎖狀態的M1A1或A2 可提供給烏國 但若從美國本土運到烏克蘭 就只能使用運輸機或貨輪 而美軍一架C-17運輸機 一次只能運送一部 即使是最龐大的C-5銀河戰略運輸機 一次只能運兩部 若海運的話 至少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軟水救不到近火 並且 烏克蘭還要為美製坦克 重新建立幾乎完全獨立的補給鏈 包括燃料 埃波納主戰坦克 這是出了名的油老虎 所以德國的炮式坦克和雕樹式戰車 從油耗、運輸、後勤、 衛烏和培訓等方面考慮 都是烏克蘭的最佳選項 現在 蕭茲政府正面對越來越大的 內外政治壓力 德國議會的國防委員會主席 史特拉克 齊密爾敏 英國德國立即交付炮式坦克和雕樹戰車 歐盟州委會主席 馮德萊恩對德門圖片報道 如果烏克蘭說需要作戰坦克 我們就應該認真對待並提供給他們 烏克蘭處德國大使梅爾尼克 在接受圖片報採訪時說 德國可能在未來幾週 向烏克交付坦克和戰車 在北勞金施壓戰場 烏克蘭人正在從南北兩路 對不斷以不聚集的三萬多俄軍 將來有計劃的圍剿 在立方的黑二叢 烏克蘭從南北兩端 對俄軍不斷施壓 逼使俄軍縮小戰線 有些已經渡過烏伯河撤退 在南部 唯有利曼的戰鬥仍在繼續 烏克蘭收服了斯特頓洛克和索斯洛夫 正逐西北加入了股 攻打利曼的火力 利曼東部的 皮亞爾仍在爭奪中 在不端 烏克蘭已在赴皮揚斯特北部 15公里的多利卡納 越過奧斯基爾項控制了 P79高速公路 烏克蘭被迫猴折了25公里 進入了幽靈陣地 退守斯亞托夫一帶 不過 這仍然處於海曼斯的射直範圍之內 如果斯亞托夫殺手 烏克蘭會退守塔朗布里斯卡里橋 第二道防線 軍事專家表示 這套俄軍 不留在烏克蘭的控制下 防禦工事也不堅固 這個防線 不會有實際效果 從周四起 烏克蘭開始回應 俄軍對哈爾科夫關鍵基礎設施的攻擊 俄國境內的村鎮 也開始享受哈爾科夫的待遇 從比爾哥羅德通往烏克蘭的下一站 德國的瓦洛伊基 周四遭到炮擊停電 據報導 當地海關站點被摧毀 俄軍有傷亡 邊境居民點被疏散 與此同時 比爾哥羅德的其他定居點 亦遭到烏軍的報復 其中一個在尼克斯特 該處的南面 就是專門跑擊 哈爾科夫的 俄羅斯龍軟風火箭陣地 面對俄聯邦本土 持續被烏軍封鎖 莫斯科領導臣 似乎反應不立 好像是比爾哥羅德地區 不再是俄羅斯的領土 是不是在他們看來 這裏已經是烏克蘭的一部分 是特別軍事行動的戰場 捱過炮擊 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北哈爾床 烏克人推進到 巴哈格格斯克 俄羅斯人留在城市南部 如果城市下落 他們計劃攻擊 烏軍已經佔領的 科斯底賴 和英同鎮 在南哈爾床 該州的首府 發生爆炸 一些俄軍城鎖 偷來的摩托艇 出現了烏瓜河 與此同時 俄羅斯的軍事頻度 不斷傳出俄軍面臨烏克禁國的反炮擊 難以為計的抱怨 俄羅斯的逼機炮剛打了幾下 烏軍至少10回 155毫米炮彈 就已經飛了過來 雖然有俄機過來幫助俄羅斯的逼機炮糾正火力 但是 幾個烏軍的難忘都 從空中附衝 俄羅斯的逼機炮 就這樣一鳴烏夫了 俄羅斯的樓盤炮陣地 也面臨這個問題 降開的炮 烏軍就能檢測到俄軍的位置 不用一分鐘 西方蒸過炮彈 就打過來了 天上就有烏克人的無人機看著 一旦想轉移陣地 無人機就會撫衝下來 現在烏克人的炮彈 已經不夠用了 以前的烏軍是 向看到的一切開火 將無人機做火力較正 烏克當時也沒有反炮擊 你說這場戰打得有多爽 而現在一切都不同了 俄軍為了省炮彈 就要選擇先打哪些目標 然後才能開火 出手慢了很多 反而是大批烏克國際志願兵團 其中包括美國籍志願兵 開始由烏克東部的俄軍陣地 全面推進 這美軍人 大多是前美軍特戰單位 或陸戰隊出身 特徑戰力十分強的一平 一位羅斯高級軍官 重挖對伊九目的 第一波攻勢中逃脫 現在 退守到勞金斯亞州 他說 就只剩下一張批牌 而會被烏克人 押得一肝二痴 這種沮喪情緒 在俄軍的軍官中盛行 這是一支憤怒部隊 他們沒有車輛 沒有戰鬥力 理所當然敢被打敗 他們想要發洩 但是莫斯科的文職領導臣 正在指責他們 而且後面還有更多的麻煩 沒有軍會來 亦沒有子彈 沒有水 在這裏這麼厲害的俄軍 已經被莫斯科拋棄了 普京已經不向這裏派遣部隊了 因此 在軍官中留意的 第二種情緒是 留在頓巴斯的俄戰區 直到戰爭結束 他們知道 回到俄羅斯 沒有好果之下 分析人士自出 一旦羞辱 失敗 不滿和九經沙族武裝士兵 回到莫斯科 就會是普京最大的威脅 卡德羅夫的7000人部隊 都已經被電入 莫斯科保衛普京 俄羅斯正面臨一場 關鍵時刻的地震 雖然將軍不說 我們不打算有莫斯科將軍 但士兵沒可能會 這就是1917年發生的事情 歷史不會重現 但他有回音 百八紀之一 長相伯 因此 沒有 都會 有